晚上10点 李肖鹏宣布重要决定 国足获其死回生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足 聊一下国足的世卫赛 大家都知道 国足在世卫赛前六场比赛中 打得非常差劲 只取得一场比赛胜利 可以说离投赛的边缘 只差一点点 在所有的球迷 包括媒体的舆论下 足球连李铁正式向足协提出了辞职 足协也是很快的回复了李铁 同意李铁辞职 李铁辞职之后 新任足球连李肖鹏 出任中国男子足球连 李肖鹏上任之后 他的球迷是认为李肖鹏的能力 确实有限 因为他之前的执教履历 也不是很好 他曾经执教过沙东组能俱乐部 虽然两次打进足协位的决赛 但是两次都输球了 对于李肖鹏在关键时刻的执教能力 确实让人非常质疑 李肖鹏上任之后呢 也是在晚上试验的时候 他也是面对球迷的质疑 也是宣布了最新的决定 他也是给所有的国脚们 宣布了一个决定 就是不准排挤和启示规划球员 可以说从前六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出呢 规划球员对国足的重要性啊 确实不言而喻 在有规划球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1比1战品澳大利亚 在没有规划球员的情况下 我们是0比3输入澳大利亚 可以说这两场比赛的反差是巨大的 在有规划球员的情况下 我们场上 包括中前上的一些进攻 包括后上的一些防守 都做得非常好 是 但是呢 之前主角的李铁呢 是非常的固执 在用人方面呢 排斥规划球员 直到最后 直到G6场 在所有的球迷和媒体人的质疑声中 李铁终于派出了四名规划球员 四名规划球员上场之后呢 可以说立竿见影 我们在主场1比1战品澳大利亚 这场比赛呢 让所有的球迷和媒体人 都看到了四名规划球员上场的时候的 实力 因为之前在打阿玛的时候 我们是很有机会参加对方的 也是因为李铁的昏运的换人 换下了洛国富 最终导致我们1比1战品 倒数的三分飞了 可以说立竿下课之后呢 所有的球迷都欢呼圈远 李铁终于洪上任之后呢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宣布重要的决定 宣布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不起事 不排斥规划球员 从他的话语间呢 他也是彻底的否定了 李铁终于洪人 可能在接下来的宣布赛中啊 我们的规划球员将会成为 我们这是国足的中间力量 通过李肖鹏上任之后的这些表态 包括对于整个球队以后的发展 可以让国足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我们平临出局 但是呢 如果最后四场比赛 我们能够在李秀铁带领下 我们把四名规划球员都配上场 说实话 入死谁熟 真是很难说 因为我们进来的比赛呢 先打日本 我个人觉得打日本这场比赛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最少要战胜 我们必须要战胜日本 战胜日本之后呢 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名次 争取呢 在队电沙特的时候 估计那时候沙特已经出现了 可以说 在队电已经出现了沙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有机会能够战胜沙特 所以说对于李肖鹏的这番言论啊 已经注定了 规划球员将会成为 这支国家队的中间力量 可以说国足 在有了规划球员的情况下 在接下来四轮 我们都有机会获胜的情况下 可以说很有可能 达上世界比赛的完成 即使我们不能直接出现 打一个队加赛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国足呢 起死回生 也是很有希望能够进入世界比赛的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